哈囉大家好欢迎来到后面 我是讲故事的Ben 前阵子我去参加了爱怡良的新歌发布会 上个月我发了一部爱戴的介绍影片 而这两位实力派女歌手的交集 则让我想到一位九位出现在荧光幕前的灵魂女灵 Duffy代妃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还记得爱怡良在出道前参加超级偶像舞时辰唱过Mercy 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太喜欢了 马上去问谷歌大神才知道这首歌的影响力 接着原版后更是震撼 说实话你也难不跟着旋律一起摆动 甚至有外国记者形容 只要听了这首歌 就会让我觉得我的摆动更加有自信 有魅力 各位觉得有吗 而在认识代妃之后会发现 他与爱戴儿在差不多的时期出道 以情歌为主的专题作品 加上都有特别且极具辨识度的赏音 总能让人起起皮疙瘩 种种的类似之处 让媒体常常将两人摆在一起做比较 更有标题直接写下了 谁是更好的歌手 爱戴儿或戴妃 或是本可以成为爱戴儿的戴妃 虽然这更偏向于个人喜好 但有别于爱戴儿更加沧桑和有烟赏的歌声 戴妃的声线也更加粗犷 沙哑 许多人也认为他与传奇歌手 Tusty Springfield的歌声更加相似 好啦今天开头讲了那么多 主要还是想说人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哦 没有什么比较 一切都是主观的角度 相信很多人觉得我长很丑 我还不是照样露脸拍片 然而从戴妃发行专辑作品 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年 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戴妃 或是想要知道他为什么会淡出歌坛 就继续看下去吧 顺便提醒各位 现在只要每月花费15块 就可以到会员专业去看到更多的专属影片哦 那我们就先下音乐吧 戴妃出生于1984年的英国威尔斯 在他9岁那年父母离异 进而影响了他 让他变得非常叛逆 常常过度饮酒 甚至偷窃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而这还不是最糟的 在14岁那年 还又经历了一场家庭灾难 阿基夫尔前妻 因为赡养费 及监护权不满 找一位杀手想要解决他的继父 他与家人因此被警察 送到一处安全之所 那段时间对戴妃来说 简直是一场灾难 外媒甚至以天使般的歌声 来自地狱般的家庭 形容这次事件 带着这样经历的戴妃 不顾妈妈和姐姐们的不谅解 仍然到了家乡寻找亲生父亲 其实戴妃从小就对音乐 有着相当大的热爱 小时候从家里 搭公车离唱片行 只有三站 他曾跟亲朋好友说 他将来一定也要做唱片 却被一笑之之 但他的热情并没有被抹灭 12岁开始 他就会学着模仿 他最喜欢的歌手 Ella Fitzgerald 以及Ether James的唱腔 在上大学之前 已在当地的乐团担任Vocal 在上了切斯特大学之后 他老师鼓励他 你救助金吧 然后 一定要成为歌手 戴妃在2003年回到家乡 参加了当地的电视选秀节目 Wild Factor 拿到了第二名 随着节目带起来的一些人气 在兼职服务生与鱼饭的同时 他在隔年录着一张包含 三首歌的迷你专辑 Amy Duffy 这之后 她的人气上涨了不少 并认识了独立唱片公司的 经纪人Janet Lee Lee帮他搬到了伦敦 并介绍吉他手 Bernard Butler给他 他曾说过 他非常感谢这两位贵人 在他刚到伦敦的时候 给他很棒的音乐介绍 他认为他当时还只是小孩 但他们却愿意相信他的潜力 之后戴妃与英国的 M&M唱片签约 并多是上了BBC的节目 2008年 他在BBC新闻网路产业投票中 获得到年度直升第二名 输给了艾戴儿 不过也是此时的曝光度 使当年录制的迷你专辑 Amy Duffy 冲上了音乐榜冠军 同年戴妃发现 他的第一张专辑 Rock Ferry 专辑名称是来自他奶奶的居住地 他曾表示因为资金有限 他的团队用了4年的时间 来制作这张专辑 有些人一开始甚至没有薪水 不过相信这些辛苦都是回甘的 专辑单曲Mercy 获得到广大的成功 不只成为美国音乐频道 VH1的最畅销作品 更收入在美国电视剧 实行音声葛雷 及电影《欲望都市》的原生代中 而这首歌主要是想要表达 性爱的自由 不要做别人想要你为他们做的事 为了宣传专辑 戴妃到世界各处表演 而在专辑与美国发行后 也大受好评 戴妃因此上了许多美国的电视节目 最后Rock Ferry 获得到许多奖项及提名 其中就包括了2009年的 葛莱美奖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 去推出备受称赞的新作品 像是翻唱Paul McCartney 和Winx的《Leave and Let Die》 被原唱战杀 与老队友Bernard Balder 合力为电影名媛教育 创作原生代之一的 《Smoke Without Fire》 初次在大萤幕电影中饰演一角 并在2010年发行第二张专辑 Endersley 直接空降在发行隔月的专辑榜上 第九名 就在这时他宣布在第三张专辑开始之前 要先暂别歌坛两年的消息 而不幸的是 在这同时他除了要努力尽心 还要有许多心力与后来的经纪人 Angela Baker进行法律诉讼 也因此原本计划好的 蒙蒂卡罗夏日体育节 与杜拜艺术家节庆的表演都被取消了 2013年开始 戴飞魁为三年陆续发行零星的作品 先是在纽约表演隔年有传闻 他参与了电影 但一直没有成品出来 2015年接下电影金牌黑帮其中一角 并为其演唱三首原声带 包含原创歌剧 Whole Lot Of Love 之后便再无释出重大消息或作品 直到2020年 他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 发布了新歌River In The Sky 大家都在问 戴飞到底去哪了 这几年时不时就有传闻想要解释他消失的原因 有些人认为是因为他对成为明星这件事感到厌烦 甚至有媒体认为他事业走下坡的原因是在2009年替建议可乐拍摄的广告实在太糟糕 所以才失去名气的 这一切都在去年揭晓 2020年初他在自己的IG上发了文表示自己曾被下药 监禁甚至被绑架到国外 这项声明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家媒体分纷报导 虽然戴飞开始说之后会有更详细资讯的访问内容 但后来4月他发了一份声明稿后就没有其他访问了 戴飞表示他是如何在生日那天被下药四周被绑架到国外 以及他之后如何淘宝等 当时他除了自己的心理医生不敢告诉任何人事后也一直搬家 因为犯人诚威胁要继续加害他 然而他从未公布悲剧的加害者以及发生时间 一段人生才走不到一半就遭遇两次危机生命的警告 对心理会造成多大的阴影 戴飞表示事件发生后他仍可以清楚记得当下的痛苦 以及他费了多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保持理智 有将近10年的时间他都是自己一个人的 当然治疗与恢复需要时间 更何况是心理的伤痕 他最感谢的就是他的心理医师 让他可以试着将这件事留在过去 但他还坦言 我很怀疑我能再次变成人们认识的那个我 在这长达7页的声明中戴飞除了阐述事件的经过 以及描述自己事发当下与事后的心境 也不忘正在为饱受痛苦的人喊话希望他们能度过难关 最后他终于可以把这个悲剧留在过去 希望将来戴飞去哪了不再是个疑问 而他也希望大家知道 他自由了 虽然目前没有戴飞新作品或活动的消息 不过我们应该可以期待未来的哪一天 他再次让我们听着他的音乐摇摆 更自信与自我陶醉摇摆的那天 有如他在台上 自由唱歌的灵魂 好那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的话也别忘记按赞分享或追踪FB 跟IG不足关热的消息人动态就这样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BYE